大家好,我是阿柴 我最近在做用Axtr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 做外贸独立网站的课程 我之前也做过很多Avada主题做网站的教程 它俩都是Wordpress主题 而且都是比较流行的主题 都可以做外贸独立网站 B2B,B2C都可以 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会和大家分享以下这几点 一个是速度 一个是价格 还有它们的功能 以及定位 最后是我们该怎么选 首先各位看到的 这个是Avada 那这个呢是Axtra 用Wordpress网站就像搭积木一样 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要求高的话 还是有点难度的 我先说一下它们的价格 先说Axtra 它只是一个主题 它需要搭配编辑器插件 才能够比较好的做网站 单独使用主题 几乎是不能做一个好的企业网站的 它可以搭配四种编辑器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Elementor编辑器 这又是另外一家公司的产品 这个Elementor也非常有名 它没有主题 它是一个编辑器插件 也不能独立做网站 它需要和主题搭配 这个Elementor它也有免费版 而且免费版的用户很多 它也有付费版 我们要做一个外贸独立站 我还是建议用它的付费版 用Axtra主题的付费版 加Elementor的付费版 这两个版本的付费版 是可以按年交的 单站点一年的价格是47美元 编辑器的价格一年49美元 两个加在一起是不到100美元 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 是需要这两个产品的付费版的 但是网站完成之后 以后的运营阶段 几乎是可以不用它的付费版 也就是说第二年第三年 可以不用付费 但是也可以正常使用 它也是正版 那么再说一下Avada主题 它是一个主题 它自己带一个编辑器 它自己的编辑器 Avada主题的价格是60美元 购买的时候需要2美元的手续费 合着是62美元 这个62美元是终身制的 单站点终身制 第二年第三年都可以保持更新 但是它的技术支持 只有6个月 只有半年 它的付费模式是终身制 这两个产品的付费模式 是按年付费的 当然它也有终身的版本 但是价格太贵了 这是关于价格